一天二古三失魂落魄的去鞋店找莎莎 他算是改革大潮先富起了那批人 靠着人脉熟络胆子大 挣到过四五十万的存款 九十年代中期 北京的商品房大约每平米一千上下 按现在的标准 古三算是妥妥的中上富裕阶层 可一切都让毒品给毁了 存款吸了个干净 还欠了一屁股债 几乎是哀求的口吻 希望莎莎能还钱 这种吸毒败价的现象 在当时屡见不鲜 写定